正当台湾体坛努力走出新冠肺炎的疫情阴霾时 篮球圈却传出了丑闻震撼弹 ABL保党梦想家的明星空位李学霖 在社群网站上开炮 针对球团做出一系列指控 包括出车祸以后被球团做出留职停薪的处分 不但长达半年没领到薪资 而且期间还被要求出席球队宣传活动等不合理待遇 而梦想家除了火速发表声明反驳 领队陈建州也在16号出席活动时 对此做出说明 很多事情并不是可能三言两语的事情 那我们也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很希望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在做法上面 其实都在保护球员 然后自己也是想要保护 支持梦想家的球迷 也不要让他们曲解 这个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其他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事情走到这 并没有一个 我觉得没有一个赢家 就变成球队形象也受损 然后变成由理说不清 那球员本身也在退役阶段 没有一个很好的舞台 可以让他退球 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 除了领队出面成亲以外 梦想家杨教练Kyle Julius 也在网络上发表声明 强调李学龄遭到扣心 是因为多次违反球队规范 和他所声称的伤势完全无关 表明自己必须保护真相 以及努力打球的子弟兵 李学龄基于对自己的职教 和团队规范不满 屡次不告而别离开球队 甚至骑车受伤后 长达五个礼拜的时间 不曾和自己联系 如今事情发展至此 球员和教练乃至于球团的关系 已经无法修复 但这边也需要强调 以上是梦想家球团方面的说法 李学龄到目前只在网络上发文 人未出面说明也联络不上本人 未来发展还有待厘清 我来提供采访报道